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年纪较大 长者身上都有许多皱伤 但他们努力克服身体上的限制 毅力 耐力 惊人 对于阿公阿嬷来说 这次的表演是意义重大的 而因为练习 长者们走出家中 走向社区 毕如阿嬷的家人非常支持 团体集体向上的力量 与登上小巨蛋的共同目标 让这群阿公阿嬷不轻言放弃 长者的身体或许会成为束缚 但他们心灵永远自由 长辈的拉拉队演出重点在于参与 而对于年轻人来说 竞技拉拉队可以说是技术和毅力的双重挑战 来看多次获得比赛冠军的桃园制品高中拉拉队教练的带队哲学 他是杨洪德 带领桃园市亚梅区制品高中竞技拉拉队至今已埋入第13个年头 从过去面临家人对学体育的不谅解 家长对小孩学拉拉队未来能做什么的质疑 到现在已经是拉拉队锦标赛高中大团体混合甲组四连霸的冠军教练 这13年来都一直在证明说 练拉拉队没有不好 学体育没有不好 只会让你的小孩子更独立 然后学到更多东西 十余年教练生涯中 杨洪德潮礼满天下 什么样的学生都见过也教过 对于基层选手的养成 杨洪德认为态度原品技术还要来的重要 不要一天到晚只想着赢啊 你要想着说如何让自己越来越好 然后你不能骄傲 那我是觉得有时候选手啊 我们去比赛的时候他们输了回来反而态度更好 他们知道自己哪边不足 一直赢下去就会发现好像 他们都太过于满足自己的现况 大家一起做然后把它做成功就觉得很开心很兴奋 教练就会跟你说 你还没坚持到最后 比赛都还没结束 你不能放弃 不能放弃自己 教练都没有放弃你 你怎么可以放弃你自己 火力 热情 好笑容 这就是制品高中拉拉队 是不是喜欢拉拉队 喜欢 我喜欢 这就是制品高中拉拉了 你怎么可以放弃我 我们不回来 那就是制品高中拉拉 那就是制品高中拉拉 最后一天都可以放弃我 我们不开那天都可以放弃你 那就是制品高中拉拉